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主題 各位應該都是有看的主題才知道 蛤 還是你是不小心報名的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講的這個OBS虛擬攝影棚 以往其實要做到這類的效果 你大部分都要進什麼 進我們講的攝影棚 你們有沒有去過攝影棚 比如說錄節目或是學校有那種攝影棚 有進去過的 沒有 所以至少應該也有一個經驗 去過照相館吧 照相館拍照的時候 他後面不是有拉下來的那個 其實就是跟那個道理一樣 只不過我們今天是要錄影片 不是拍照而已 因為錄影片檔案就會比拍照大多一點 而且傳統說真的 你要做這一塊蠻難的 那現在呢 其實各位應該多多少少聽過摩克斯吧 Mox 台灣稱中摩克斯大陸稱作什麼? 慕克 反正都一樣都是執意 都是執意 那這個裡面呢 其實很多現在大學老師要錄 甚至高中的老師有些也有錄哦 他們會有做高中端的Mox 作為入學的一個先修課程 先修課程 那在國外裡面 其實現在這種遠距的課也慢慢越來越普及 所以實際上我們這種面對面的課程 實體課程會減少 不會不見啦 就跟印刷一樣 量會減少 但是怎麼樣 還是會有 可是會有新的不一樣的這種教學方式 像我最近就有在那個跟台東那邊的自學團體 我們就是遠距這樣直接上課 就直接上課 所以你往下走 你下面會看到我老師這邊有三篇文章 第一個就是直接介紹我們這個OBS的 OBS 你點進去的話呢 跑到我們家部落格來了 好 你往下走 往下走就會看到 我有稍微介紹一下 有稍微介紹一下 到底這些功能 簡單的這些功能 像這樣 你看像我這個的話就是即時的 這樣拍出來 現場 這樣子 他就直接去背 好 就直接去背 那另外呢 往下走一下 這個是比較介紹啦 那我們往下看一下 我們呢 前一段時間 也把整個這種教室現場 我們就搬到展覽場去 老師很奇怪喔 現在最可愛 奇奇怪怪的地方很多 你看 現場有沒有一個綠幕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上課了 以後老師上課就像動物園一樣對不對 大家走來走去 喔 這是在上課 好 所以其實你看我們現場都還沒有 這樣有開放式吧 對不對 所以給你稍微感受一下 那麼下面這裡呢 在暑假的時候 快開學 中文系的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教室有點熟悉的感覺 就在那邊的 二一四 二一四 我們play一下 你就知道等一下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有帶來喔 現在大家不能亂講 還是要摸它 好了 好 這樣 可以嗎 我都往下換別人 關你不在意 這還可以吧 今天你一定要會的 我曬一下真的有帶來 曬一下為什麼不能多功能的 但是這個是練身體用的 沒有在用的時候就拿來晾衣服 不然你就掛衣服 有要用的時候只是換個功能 這樣不是比較好一點嗎 CP值比較高嗎 大家現在不是要教CP值嗎 對不對 那像這樣子 所以你看像下面這個 就是我在那個遠距教學的時候 我也是用這樣的 不然的話會不小心讓你看到一個東西 給你看一下 這個是遠距 那這裡我就有用 我們今天應該是有時間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有這個 這個原始檔會給你 會給各位 那你看像這樣 有沒有他們在現場看就像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也是一樣啊 就快轉一下就好了 因為現在這種 有時候像台東 我們要過去 我們講是有點遠 下午在台中 台北 從北北 反正到台北再這樣下來 沒有時間 火車高鐵是不是也不空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那 大致上就像這個情形有沒有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樣了解嗎 如果你再往下看的話 不小心就會看到我的那個 哈哈哈哈 嘿 這樣跟上面應該就差很多嘛 反正 呈現出來 OK就好了 好嗎 哈哈 所以 其實 你這樣一看就知道 什麼叫虛擬攝影棚的吧 反正 不要真的花錢蓋太多嘛 那你知道 我們唯一要花錢的是哪 哪個部分嗎 塞儀價 那一條布嘛 軟體要不要錢 沒人急 今天介紹給各位的通通不用錢 哈哈 因為其實現在軟體基本上來講 以前要做到這一塊是 你要真的要那個硬體設備要夠 現在是 你要做到這種基本的 其實已經算是 軟體就可以完成 因為硬體 我們電腦本身 事實上的處理能力就夠了 當然我必須說 在攝影棚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哈哈 可是 你願不願花那個錢 願不願花那個時間 才特地趕到那邊去錄 像 為什麼要特別 這個主題 要特別寫這樣 就是因為其實一般 像現在可能 現場也有什麼 可能是老師或是老師的TA嘛 那你要協助老師去錄製這種 所謂的摩克斯的課程的時候 我是不知道 你要花多久的時間 老師只有你一個 助理的話 你有沒有覺得任務 任重到遠 因為要準備的事情很多耶 老師課程先催稿對不對 那些課程要的那種先催稿 催稿完之後他要叫稿 再丟給 幫他準備要幫他錄製課程的團隊 然後呢 兩個之間最好要開會一下 他才知道說老師要講受重點在哪裡 最後再約一個時間 進虛擬睡門 開始錄製 但是呢 老師一開始錄一定很不順暢 因為不習慣面對機器講話 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人 所以 這個時候就會產生很多問題對不對 所以要錄一門課程 其實對老師來說其實 也是很麻煩 因為 老師本來是來授課用的 不是拿來表演用的 但是現在變成要當作是一個節目來錄製的時候 可能就是必須要準備很多東西 所以相對就會比較麻煩 那像這種方式 老師一個人也可以錄 甚至你在研究室啦 或老師的這個辦公室 你就可以協助老師錄 或者是 就是兩個同學也可以 反正 老師只要準備好了 隨時 約好 時間 就可以馬上 進行錄製 有沒有相對比較方便一點 這個是我們會 這個主題 一個 當初 想出來之後 跟大家分享一個主要的原因 這樣 有沒有對我們今天大概要玩的東西 記得喔 用玩的 我都是用玩的 我沒有很認真的 說我一定要做什麼 可是我就是拿來玩 所以 我都會想一些比較奇奇怪怪的 哈哈哈 OK 好